我要討教三個問題 第一個在立法的總說明提到 轉型正義是我國民主過程中未敬之夜幾十年來氣待解決 而且裡面提到工程浩大百會待舉 我請教台灣的真的有那麼不正義嗎 真的有那麼不堪嗎 真的有那麼多的事情真的是工程浩大百會待舉嗎 真的有必要去定一個專法來處理嗎 這第一點請教 第二點真的急迫性嗎 真的有急迫性嗎 你看經濟今年可能保一都有問題 民進黨520馬上要執政 面對的是兩岸重重的問題 面對的是經濟面臨轉型的問題 國內外經濟的問題 真的民進黨需要在這個時候搞這個東西嗎 有急迫性嗎 眼看的兩岸的問題 經濟問題不處理 再搞作轉型正義 第三個 這依照這個條例要設一個處長會的獨立機關 他可以派員前往有關機關進行調查勘驗 而且可以調動陷阱來協助 各位想想看 有關機關是哪些機關 到時候520之後是民進黨執政 任何的部會除了兩三位政府官以外 其他都事務官 民進黨你可能忘記了 520之後你就要執政了 你就要成立處長會 你要針對的處理的是什麼 廣大的事務官 因為除了你一個部會兩三位政府官以外 你只要去調查的勘驗的對象 是廣大的事務官 你還要調動陷阱來協助調查 可能民進黨忘記了 520之後你要執政 最後的問題是 台灣真的有那麼不正義嗎 真的有那麼不堪嗎 真的需要制定這個專法嗎 這第一點請教 第二點 民進黨一上任520執政 就這麼急迫性 一定要搞轉型正義嗎 放著兩岸的重要的問題不處理 放著經濟轉型的重大問題不處理 有這麼急迫性嗎 第三個你有必要設一個太上王的 一個處轉會 來針對廣大的事務官嗎 謝謝 過遠過遠這個容我處理 這個 不是啦我知道啦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這個事情都有潛力 這個都有潛力 這個都有潛力 我講到為 我講到這裡為止啦 好不好 不管有沒有潛力 我覺得任何事情都要適可 是 我知道 過遠過遠 主席剛剛也宣布善意的說 我們今天不會進行 沒關係啦 大家不要再這樣子 好 好 謝謝 顧委員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這個 吳智陽委員發言 謝謝 感谢观看